剛剛這一段程式碼雲端這邊在第幾頁呢 第48頁這邊就有了 所以你如果假設剛剛那一段有點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再稍微參考一下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就是這個絕對路徑 這個路徑可能不一定會一樣就改一下 另外的話呢你的編碼方式如果不是UTF8 你就不用加這個 那底下的話也有用到一個strip跟split 這個的話都還蠻重要的 切割嘛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要把剛剛的資料庫 跟剛剛的這個讀取檔案結合為一 也就是把剛剛兩段程式喔 把它二合為一喔 所以接下來的話怎麼做 這個是讀檔 這個是寫資料庫 那這個寫資料庫是寫一筆而已 所以我要把最關鍵的地方寫一筆 改成寫50筆一個回圈 所以基本上第一步我們要怎麼樣把剛剛的程式 這個是第一段有沒有 跟剛剛的讀取檔案結合 這讀取檔可能等一下記得 這個可能要這個目前只有姓名跟手機 所以等一下是要0到5全部都要放 那改的方法第一步喔 我的習慣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新增一筆記錄的上面這邊 也就是說上面其實這兩 上面這一段程式是什麼 新增資料庫或連線資料庫 然後建立資料表或開啟資料表 所以這兩個其實等於是這個前置作業 然後呢我們理論上應該是把讀取檔案怎麼樣 放在這個中間 新增一筆記錄 應該是什麼 放在新增一筆記錄的下方這裡好了 註解這裡 就會把它放在這裡喔 OK好 那我們就已經把資料準備好了 接下來的話怎麼把它放進去 那放進去的話呢 其實關鍵就這裡 insert into這個放一筆 timeser 所以這兩行實際上就是放資料 但目前這個寫法是只能放一筆資料 如果你要放多筆資料的話很簡單 只要把這兩行怎麼樣 直接放到這個回圈裡面 OK第一步喔 請你把這兩行放這個回圈 為什麼呢 因為放這個回圈裡面呢 就是可以把全部的資料寫進去 所以按個TAB鍵 OK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範圍我改以前 因為剛剛改1到這個 應該是LEN 它總共的比數 LEN刮虎 這個串列的全部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把所有的會員資料 讀進來切割 那切割的話呢 這個剛剛是切兩個 那可是呢 我要把它放進去的話 理論上 應該是放全部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那關鍵點在哪 在這裡 這地方 特別說這個地方有一個什麼 這個是放第一個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把 LIST 中瓜湖0 放在這裡 中瓜湖1 放在這裡 2 3 4 可是問題來了 它這個是一個字串 有沒有 沒有 那你要把 總共 五個 應該算是那個 五個變數資料 放在這裡面的話 那程式怎麼寫 如果寫的話一定非常複雜 所以 如果假設你要寫 如果假設照剛剛講的方式 你變成你第一步 要先兩個雙0號 中間再串接 然後串接的話呢 你還必須把這個放到中間來 然後這邊要把它改成0 然後第一個加之後 再加第二個 加第三個 加第四 第五個 如果你這樣加的話 你會發現你會瘋掉 那其實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說如果你功力不夠的人 光看到這個頭都暈了 所以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利用Format就可以了 為什麼用Format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之前我教是 本來是用剛剛這個串接的方法 但是後來發現 同學真的簡直快要 頭快爆炸 因為光串接 光看到這個頭 那所以我教另外一個方法 應該相對簡單 第一個的話 在Easy into 這個五個資料 請你把它改成五個大瓜糊就可以了 大瓜糊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 可能要注意幾點 如果說它是數字的話 前後不用單以號 如果它是文字或日期時間的話 外面要加單以號 OK 所以是這樣 有沒有這個地方 就是加像這樣子 反正就是除了數字以外 不用單以號之外 其他都要單以號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單以號主要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單以號 因為我們雙以號 被Python用掉了 Python自串嘛 就是雙以號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丟那個 這個訊息給那個seql語法 就資料庫 你要跟它溝通 它就知道 原來你單以號是 裡面放的是文字啦 OK 用這個來做溝通 好 那這樣第一步 我們把剛剛的這五個資料 先做成大瓜糊 OK 可是問題來了 大瓜糊裡面要放什麼 欸 特別去還記得嗎 點format 所以format就登場了 然後 瓜糊 那我前面講過嘛 如果 你前面的次串 有幾個大瓜糊 你後面呢 就給幾個變數 欸 那剛好嘛 五個對不對 那五個很簡單嘛 第一個是什麼 歷史二裡面的 有沒有 中瓜糊 零嘛 所以這邊的話就零 直接給它 那第二個的話就豆點 再來就是中瓜糊一嘛 所以再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這樣的做法 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你的格式歸格式 資料歸資料 這樣的話好處 我覺得真的是太 第一個啦 它各式分開 比較不會出錯 所以這樣好 然後再把這兩個 這個再複製一下 那就分別改 0 1 2 3 有沒有 4 所以呢總共後面總共有 五個變數資料 那我們就 把它跟 放在前面的 大瓜糊裡面 有沒有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這樣應該會比剛剛串接簡單太多 所以串接我就不示範 因為我之前 曾經示範過 示範完之後呢 所有的同學都幾乎昏倒了 所以我想算了 不要做了 因為我 即便我做 而且我做對了 你們也不見得可以 模仿得出來 因為我發現 真的要可以串接 成功的機率太 反而用FORMAT 相對簡單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方法吧 OK 好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完成 所以這個層 這個層是相對比較長 我剛才把它Enter一下 換成 不過換行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字串裡面不能換行 算了 就給它接在一起 所以這一行的話 是它 把資料先讀取第一個會員 有沒有 第一個會員讀到之後的話 再把它寫進去 所以底下 上面是串一個命令 下面是真的丟給資料庫 幫你寫進去 所以是這個一個串字串 寫進去 所以總共50個會員 就是等於是跑50次 那最後 conmix之後的話 就確定說寫進去了 conmix如果沒有的話 那等於是沒有寫進去 OK 只有寫到那個catch裡面 OK然後close就完成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好 那OK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來試試看 確定好不好OK 所以基本上 這個已經有點難了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你可以先把這一行 先catch 1 catch 1 catch 1做什麼呢 就是先不要讓它寫進去 你可以先確定一件事 用print print什麼呢 把這個sql stream 這個命令先 把它先print出來看看 看看這個結果 如果OK的話 再去run 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也就是說呢 底下這邊就會出現 50個insertint2 那你可以看一下 insertint2 所以這邊好像多這個 這個好像剛剛我們寫的 這個應該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部分 這個我把它tpd掉 我們就不需要了 然後再跑一次 然後看到的程式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們可能還是要稍微 比對一下 insertint2 就是把資料寫到這個member01裡面 OK 然後values 裡面要放什麼資料呢 1 這個是數字沒問題 前後沒有單一號 文字前後有單一號 沒錯 這個日期前後有單一號 沒錯 OK這個 記得單一號也不能少一個 因為這樣有同學發生就是 有前面沒後面那一定出錯 好 那看起來好像似乎都OK了 OK之後的話 然後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底下看似乎 沒問題 好 那確定OK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cursor.isq打開來 打開來 那底下這個print可以把它關掉 Ctrl1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寫入 資訊 OK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表示50個會員已經寫進來了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寫成功 我可以從這個database Browse 打開browse data 然後看一下member01 看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有了 OK 那一號應該是有兩個 因為之前有寫入一個了 所以這邊會變成說多一筆 OK 然後底下的話呢 理論上總共是1到51多一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我們 所以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步的話呢 我是把什麼 把那個剛剛讀取檔案的這一段程式 從下面搬到新增一筆的中間 應該是搬到這裡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ccode string 跟cursor.isq 這兩行怎麼樣 按個TAB鍵 讓它放到回圈裡面跑 OK 然後再來關鍵的地方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 Esser into 裡面只要 然後放的是變數的話 你用大瓜糊 OK 大瓜糊呈現 後面的話呢 再去串formate 把五個變數呢 放到這個formate的瓜糊裡面 然後呢 你可以 我是建議啦 你在run之前 先在這邊先print ccode string 確定OK 再去run 那應該就成功了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錄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 算是最難的 OK 等於是已經是 把前面所教的 所有一切 統統集合在這個範例 OK 所以如果你這個範例 可以很輕鬆的做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 這 前面六堂課 算是已經 應該算是 達標了 OK 已經算是學會了 OK 那如果 假設還不熟悉沒關係 你可以 你可以 把你可能 我剛剛講的 你聽的比較吃力的部分 回去再多練習 像剛剛formate 我前面也講過formate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formate不熟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有關formate相關的 這個範例 OK 或者是說你 串略不熟 你可以把前面講到串略部分 拿出來再看一下 然後回圈 回圈講的非常多 OK 沒事 最後這個 這個連線如果沒有關閉的話 等於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產生一個 一個物件 叫抗物件 跟科試物件 這個是資料庫物件 資料保護件 它就會lock住那個資料庫 也就是它一直連線的就對了 那會變成說 你將來 如果你要寫入或刪除資料 常常會出現錯誤 因為它被鎖住了 可是上次 不是就是有時候close 然後下面會出現 一台說什麼 它沒有辦法 對它被lock住了 已經close了 對 那就是有可能 對對 那這樣反而不要寫 別人才不會有close 沒有沒有 一定要close 因為我們之前錯誤 是因為齁 我現在不是用那個 SQLite Blosser 這個DB有沒有 也同步去開 那變成說我正在開 你也正要寫 因為我們要同時用 所以我後來不是講說 你可能要把SQLite Blosser關掉 對不對 不然 open的那個也是close 還是一樣 就是open一個物件 對對對 如果沒有close 它也就會有出現狀況 對對對 因為它等於是把它 載到記憶體裡面去 那你就比如說 你要再做後續 就會卡住了 就像沒記憶那個不能掉 對對 不能同時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讀取比較沒問題 血路就會有問題 血路刪除或修改 因為它會移動 那讀的話只是為讀 就比較沒關係 OK 好 試一下